下面说,经往生之人, 现在念佛往生的人, 这人都了不起, 这人都成佛了, 入狱逼土, 生到极乐世界去了, 大清凉持种, 就是切剥之, 它是莲花花色, 故界心得清凉, 这是阿弥陀佛, 无比的殊胜, 庄严, 帮助我们, 我们在这个地方, 要修道清凉, 就是我们荆体上讲的清凉, 根底要不少功夫, 要很长的时间, 才能得到, 到极乐世界, 它以它的大愿, 以它的大心, 它无量界修行的功德, 加持你, 四十八愿加持你, 你不必修, 你就得到了, 到极乐世界, 你就得到了, 净宗法门, 他力法门, 不靠自己, 全靠阿弥陀佛, 其他的法门, 八万四千法门, 要靠自己, 这一定要知道, 一般靠自己, 一般靠佛力加持, 净土法门, 完全靠佛, 自己, 你看看, 就四个字, 幸运, 持民, 佛要的, 就这三个字, 真一些, 没有丝毫坏意, 真意愿意到极乐世界, 没有第二个念头, 持民, 就是一句名号, 老老实实念下去, 你就成功, 需要多久的时间, 绝大多数的人, 三年, 我们在净土神仙路里面看到, 在网生传里面看到, 绝对不是说, 他寿命只有三年, 这讲不通, 他三年功夫成片, 功夫成片, 就有资格往生, 功夫成片的人, 阿弥陀佛一定来给他见面, 来送信息给他, 就是平常所讲的, 收记呀, 等于收记, 或是在顶中, 或在梦中, 见到阿弥陀佛会告诉你, 你还有多久的寿命, 你寿命到的时候, 他会来接引你, 你就放心了, 知道, 在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, 有你的名字了, 那么有不少聪明人, 还有寿命, 不要了, 这个世纪太苦, 这世纪很可怕, 为什么, 什么时候迷惑颠倒, 自己不知道, 求佛, 寿命不要了, 求佛带他往生, 像古时候的英寇巴斯, 佛告诉他, 他的寿命还有寿命, 二, 他说, 宿命寿命我不要了, 他更新不好, 经不起诱惑, 那宿命当中, 不知道做多少罪业, 他明白了, 求佛带他走, 佛给他约定, 三天, 三天以后, 我来接引, 为什么不当时带他, 当时带他, 他一个人得理, 大众不能得理, 三天之后, 让他把信息传出去, 让大家看他往生, 就像性了, 那就普度众生了, 这个是记载在《王神传》里面, 你看, 他跟我说宋朝人, 跟我们七八百年, 我们今天读他的这些资料, 我们深深信心信心, 这个影响得到, 自行划答, 这种方法就是划答, 阿尼陀佛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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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尼陀佛